女人仅仅只是敷了一张面膜 脸上的痘痘竟然削了一大半 一个小时前的她 满脸都是痘痘 而拆快递的女孩正是她的室友 女人虽然接过了面膜 但是她非常讨厌自己的室友 到了晚上 女人照着镜子一脸的惆怅 这该死的痘痘 把我的美貌都遮住了 这时她想起了室友给她的面膜 女人撕开包装盒 把面膜敷了上去 没一会女人惊奇地发现 皮肤变白了 脸上的痘痘也少了许多 这时的她 早就已经把说明书抛到脑后 她想起室友还有很多面膜 拿来吧你 女人直接顺走了室友的面膜 敷完之后 脸上的痘痘基本上已经没了 女人欣喜若狂 一张接着一张往脸上敷 本以为自己马上能就变成 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可下一秒 所以说 恋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切勿操之过急